好 老伴啊 你这厨艺还有待提高啊 这刀工不行 别背着手指手话讲的啊 拿根葱 这大葱可没了 大伟 大伟 干什么 你赶紧去买滚葱 要煽动大葱啊 待一会儿行吗 我正忙着呢 你怎么跟小伟似的 一说让你干活你就忙 我正在和外国朋友 讨论文学呢 讨论文学 我看你不是这块料 谁说的 我刚跟苏珊 谈到欧洲文艺复兴 就让您给干扰了 那你们就 接着讨论 接着讨论去吧 大葱就不用你买了啊 老爸 我进去去 苏珊 我不瞒你说啊 我看过的书 我全都记下来了 是吗 我也记住 人这猪心本善 哎呀妈 你太有才了 中国的孙子经你都背了下来了 外国名剧我也会背 我给你背一句 冬天 来了 春天还会怨吗 雪来的新方孙女都会 嗯 你也太有才了 佩服佩服 哎 苏珊 我跟你讲啊 我从小学的时候 就开始阅读西方的翻译小说 啊 我脑子里的经典人物 已经够传语之队伍的 你赶紧给我讲讲 网络用油就是拿出来晒晒 那我给你拿出来晒晒 那我给你拿出来晒晒 我开始晒了 嗯 我这里有 嗯 我这里有 帮死舅舅 下陪上校 这你姑娘 中联级人物 中文文学 这里也有 哎 那你也拿出来晒晒 那我也拿出来晒晒 三个臭皮匠 什么 三个臭皮匠何起来 能赛那个大人物诸葛亮 哦 还有 白娘子 花木兰 孙悟空 八珠剑 哎哎哎哎哎哎 猪八姐 哎是 猪八姐 还有那只黑色的青茶猫 黑毛警长 哈哈哈哈 还有喜严严和灰太郎 还有 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爸爸猪 爸爸拉拉 爸爸利波 爸爸爸爸拉波 爸爸巴拉头 哈哈哈哈哈哈 大丛挨了 哎呦我老伴啊 你买这么一大捆葱啊 小心点 没事 哎 咱家的文学论坛怎么样啊 啊 还剧情论呢 哈哈 我也想参加 哈哈 不行 你就不是搞文学的料 我 哎哎哎 哎哎 哎哎 闪我 嘿嘿嘿 嘿嘿嘿 我也想参加 嘿嘿 不行 你就不是搞文学的料 我 你就不是搞文学的料 你就不是搞文学的料 你 don't have the right stuff for literature 汉语口语中 不是那块料 或者不是什么什么的料 表示不具备做某事的素质和能力 大伟 暑假快要到了 我想给乐乐报个声乐班 我看还是算了吧 她不是那块料 乐乐跟我一样 唱歌总跑调 就是因为她唱歌跑调 我才觉得 有必要让老师好好训练训练她 你别自己做主 还是先让她乐乐愿意不愿意学吧 小伟 我最近有一笔服装生意 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做 做生意的事你别找我 我不是做生意的料 如果做成了这笔生意 能赚不少钱呢 真的吗 能让我考虑考虑 苏珊 这本书叫《如临外史》 是中国清代杰出的 现象主义题材的 讽刺小说 我把它送给你 请阅读欣赏 谢谢 这本是美国黑人女作家 Donny Morrison的代表作 《The Blue Side》送给你 请阅读欣赏 谢谢 苏珊 我作为一个资深的文学爱好者 我提议 我们分别看完书以后 我们交流一下读后感 你看看 好 我赞成 等我看完这本 《如临外史》 等我看完这本 这个 《The Blue Side》 我们一定要交换感想 切切切切 切错切错 在彼此读完书以后呢 我们做一个文学的巅峰论坛 你看怎么样 好啊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老板 咱们家学习气氛很浓啊 不错不错 咱们家的文学论坛正在向着 颠峰风险发展 正确 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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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给的你是什么书啊 《The Blue Side》 不懂 翻译成中文 中文就是那个蓝 那个 最蓝的眼睛 最蓝的眼睛 嗯 美国这书的名起得不错啊 有点意思啊 你看你看啊 看完之后给我讲讲 为什么眼睛这么蓝 那我先走了 气 这事你也跟着颤护 你忙得过来忙不过来啊 我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呀 比你儿子还自身呢 大哥 哎呀 这么多钱啊 这是刚发的奖金 待会儿全得如数交给你嫂子 哎大哥 啊 那本蓝色的眼睛你看完了吗 还没看完呢 干嘛呀 我就想了解一下 你看原版英文书的感受 我的这个 语言口语还是蛮好的 我的阅读能力就有些差了 他有些单词 他认识你 你不认识他 也不是 就是他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他 那哈 我建议你啊 应该换一本大点的词典 那个 麦苗 你先让我踏踏实摆的钱数完行吗 你先别干扰我啊 我看你都数不过来了 我帮你数吧 嘿嘿 哎那个 哎呃那个 那个 还是我自己数吧 数得过来 嗯 那个 我还是换个地方数吧 嘿嘿 你先别干扰我啊 哎呃 我看你都数不过来了 我帮你数吧 嘿嘿 我看你都数不过来了 我帮你数吧 我看你都数不过来了 我帮你数吧 I see there's too much money for you to count alone Can I give you a hand 在汉语中 这个句是有时可以表示能或不能按要求的或者应该的数量完成 苏珊 你尝尝我做的这个清蒸鱼 好的 味道不错 很鲜 你再尝尝这个四系丸子 你做的菜太多了 我都吃不过来了 饿了 这是我爸爸刚给我买的几本漫画书 特别有意思 我看看可以吗 你看吧 我还有好多漫画书呢 好 我去给你拿了 好 我去给你拿了 这么多呀 我怎么看得过来呢 我怎么看得过来呢 如林外石 第一回说 说 说什么呢 我都看不懂 说 啊 啊 谢 谢子 第一回说谢子 啊 哎呀 这个怎么念呢 我真不认识 苏珊 你的如林外石读得怎么样了 这个问题嘛 不太好回答 哎 我跟你说啊 嗯 这本书里最有意思的一个章节就是说 啊 有一个叫做啊 啊 范进的穷秀才 嘿嘿嘿嘿 他考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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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嗯 终于 他中了举人 结果呢 他中了举人以后吧 他就乐疯了 我还没看到这个范进 就关费劲了 嗯 那 你费了半天劲 你看到哪儿了 我刚到这儿 第一回说谢子 第一回的目录啊 这 呃 刚会念这个范子 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嗯 可怜的苏珊 呃 晚餐别别叫我 我技术工赌 你还真打算废秦王石啊 别无选择 呃 你那个菜 哎 才子表哥 还等着和我 交换毒后感 哎呀 这可真是一根神上的两只蚂蚱 那苏珊 别忘了写作业啊 嗯 嗯 谢谢 哎 哎 怎么样了啊 大才子 哎 不读原文小说啊 是真不知道自己这英语水平这么差 嗯 哎那说了半天 您这醉蓝的眼睛读了几篇了 不啊 嗯 哎 不瞒您说 我一篇还没看明白呢 哎呦 你说它为什么叫醉蓝的眼睛 哎呦 瞧瞧瞧瞧 您为这醉蓝的眼睛您眼眶都清了 都快成蓝眼睛了 都快成蓝眼睛了 阅读进度太慢了 简直比那乌龟爬都慢 哎 谁让你非得发起这件事情 非得跟人家苏珊交流什么毒后感 那不敢鸭子上架吗 啊这是上得去下不来干着急 俩倒霉鸭子 走走走 好 迅速从我眼前消失 我今天晚上要挑灯夜读 要不明天苏珊问我 为什么眼睛最蓝啊 我 我怎么回答啊 我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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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哎呀别乱动 没掐图不好玩 那么难堵地说 哎呀仍然它能飞走多么好 谁让你非得发起这件事情呢 谁让你非得发起这件事情呢 非得跟人家苏珊交流什么毒后感 交流什么毒后感 走 对不起 赶牙子上架